美国对我们各种禁售以来正在不断脱钩 在截至4月的12个月中 中国占美国商品进口的15.4% 是2006年10月以来最小的份额 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的减少 意味着欧洲国家墨西哥和其他亚洲出口国从中受益 包括印度、日本和越南在内的25个亚洲和南亚国家 在截至4月的12个月 这些国家的商品里占到了美国商品进口的24.7% 这个世界上都也不是离不开谁